男人刚探出脑袋就被警探老白一把拉了出来 随后老白一只脚踩了上去 搭档安东尼则迅速跟上 用手铐控制了男人 随后两人乘胜追击 又控制了另一名嫌疑人 还顺利找到了一大批 还没来得及出手的违禁品和赃款 两人不费一枪一弹 就破获了这起违禁品销售大案 他们已经记不清 这是两人一起破获的第几起重案要案了 原本以为这起案件的侦破 可以为两人带来立功受奖的机会 可上司却以有居民举报老白执法粗暴为由 将他们停薪留职六周 要求他们回家反省 看着昔日的搭档 如今却坐在领导的岗位上移植气势 老白心里的怒火就不由的涌上心头 自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 可临近退休 职位竟然还停留在二十年前 对面的领导完全是靠溜须拍马 却一步步成为了可以左右命运的顶头上司 这种巨大的不公 让他开始怀疑 自己这么多年惩监除恶的意义 年轻气盛的安东尼也受不了这种委屈 更是直接把警官证 甩在领导办公桌上 其实老白的生活很不如意 女儿小白还在上学 却经常无故受到几名黑人同学欺负 妻子白嫂曾经也是一名警察 在一次执行公务中身受重伤 被迫提前退休 微薄的退休工资 根本承担不起每日所需的治疗费用 临近退休毫无积蓄 生活的重担压得老白几乎喘不过气来 而停薪留之六周 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找到一位与他有些交情的黑帮大佬 想从对方口中打探汉匪大胡子的线索 原来几天前 大胡子洗劫了一家商店 不仅抢走了所有钱财 还杀害了两名无辜者 凭借多年憧憬经验 老白知道 这个大胡子不会就此收手 他后面肯定还有更大的计划 老白准备跟紧这个人 找机会大捞一把 大佬念及交情 说出了大胡子的住所 于是老白立即找上安东尼 两人一起开车 找到了大胡子的住所 当老白说明自己的来意时 安东尼一开始还有些犹豫 虽然是遭受了不公平待遇 但他毕竟还是警察 杀人越货的勾当 他还干不出来 可老白却告诉他 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 抓到的坏蛋不计其数 到头来 却连自己的妻儿都养不活 他受够这种日子了 他不想再如深陷水泥地一般 苟延残喘的生活 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让自己家人过得好一点 安东尼听完 也陷入了沉思 他和老白搭档十几年了 知道老白说的是实话 而他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最近一直想跟女佣玛丽求婚 可他连给女佣买钻戒的钱都拿不出来 停止的是 更让他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他何尝不想给玛丽一个幸福的家 再三犹豫之下 他还是决定赌一把 跟老白干一票 彻底摆脱生活上的拮据 打定主意后 两人开始蹲守在大胡子家楼下 日夜监视大胡子的一举一动 殊不知 越是想脱离水泥地的人 却越容易被水泥地困住 他们已经一步步将自己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经过几个昼夜的不断监视 他们终于等到了大胡子现身了 只见大胡子跟着两个黑人兄弟坐上一辆轿车 在夜色的掩护下缓缓离开住所 两人急忙开车跟了上去 最终 他们发现大胡子一行人的车 开进了一间仓库 直觉告诉老白 大胡子肯定要采取行动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两人只好绕过仓库 将车偷偷停在了一边 静静地观察仓库门口的一举移动 为了掩盖身份 老白戴上了提前准备好的棒球帽和墨镜 安东尼则夸张地给自己的头发 喷上五颜六色的染料 整整一夜的蹲守 大胡子一行人始终没有任何行动 就在两人犹豫着要不要换一个监视地点时 一辆白色货车突然驶了出来 安东尼一眼就认出 驾驶室里坐着的正是昨晚的黑人兄弟 两人急忙打起精神 一脚油门跟了上去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跟踪 老白发现 这伙人的反侦查意识很强 一会走高速 一会走小道 似乎刻意在观察有没有人跟踪自己 为了不暴露身份 老白不敢跟得太近 可当车驶入市区后 他们很快就跟丢了目标 两人都是极为懊恼 此时银行职员小美 正在公交站犹豫着要不要去上班 她刚刚生完孩子 强烈的母爱 让她觉得跟儿子分开一分钟 自己的世界就会崩塌 最终 她还是忍不住回到家 想再看一眼儿子 没想到 丈夫为了逼她上班 把门锁了起来 她已经休完产假和所有公休假 再不上班 工作就要丢了 沉重的家庭负担 才让丈夫不得不狠下心 万般无奈之下 小美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家 坐上了去银行的公交 没过多久 她就推开了银行的大门 没想到 同事们对她的到来都感到非常欢迎 还为她精心准备了各种礼物 就在她准备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时 一群蒙面劫匪突然冲进来 领头的正是大胡子 她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录音 命令所有人举起双手 如果有人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格杀勿论 如果有警察出现 同样格杀勿论 随后 大胡子给看上去比较老实的小美 扔过来一捆扎带 让她把所有人都绑起来 小美只好照做 在绑其中一个男同事时 男同事给小美使眼色 是以她偷偷用内网报警 可小美根本不敢 男同事情急之下 准备自己动手 小美想要阻止 却被大胡子看成是准备反抗 几颗子弹瞬间就打在小美身上 这个悲催的女人 刚准备说几句话 就被残暴的大胡子 打成了筛子 与此同时 老白也终于发现了 大胡子一行人驾驶的货车 他们不敢靠近 只能远远停在一旁 观察着车里的一举一动 他们这时才意识到 大胡子的目标竟然是银行 可他们并不打算报警 他们计划坐收渔翁之力 等大胡子一行人抢走钱后 再从大胡子手中把钱抢到手 这样即使警察追踪 也查不到他们头上 没过多久 大胡子一群人就发动汽车 迅速离开了银行 显然是得手了 老白立即开车追了上去 这注定是一场漫长而曲折的跟踪 他们从白天跟到了晚上 从城市跟到了乡间 终于货车在一间废弃的仓库前停了下来 两个负责给大胡子开车的黑人兄弟 明日的意识到 大胡子很有可能会对自己人下手 一路上 他们都在寻找逃跑的机会 没想到货车刚停稳 大胡子就扔过来一把钥匙 命令兄弟中的弟弟小黑去开仓库门 小黑只好照做 就在他即将打开仓库大门时 坐在驾驶室的哥哥小胖 突然对大胡子发动了进攻 顿时枪声四起 小胖被当场击毙 小黑急忙开枪反击 在打伤一人后 仓皇的逃进了黑暗中 侥幸躲过了一劫 老白遵循着枪声找到了这里 他们戴上提前准备好的面具 正死锁着是否出击 大胡子突然打开车门 对他们率先发动了进攻 双方随即陷入混战 可老白很快就发现 对方的货车做了防弹改装 子弹根本打不穿 而大胡子一群人 也不敢跑出货车攻击 双方将一时之间陷入僵持 就在这时 货车里突然爬出来一名女职员 看来是大胡子挟持的人质 老白和迈克尔还以为是大胡子妥协 主动释放了人质 可没想到的是 已经被大胡子吓傻了的女职员 刚爬到迈克尔身边 就突然掏出手枪 对迈克尔接连射击 老白只好急忙开枪 除掉了女职员 可迈克尔已经身负重伤 根本无力回天了 临终前 迈克尔的愿望 是给女佣玛丽打个电话 因为几分钟前 玛丽曾给他打来了电话 可他忙于枪战直接挂断了 等老白帮他拨通电话 玛丽却迟迟迟没有接听 在无尽的遗憾和悔恨中 迈克尔慢慢闭上了眼睛 老白顿时愤怒不止 他发誓 一定要替迈克尔报仇 于是他发动汽车 猛然向货车撞去 然后向车内扔了一枚锤磊瓦斯 大胡子几人忍不住露出脑袋 老白接连几枪 终于除掉了这群汉匪 就在这时 一直躲在暗处的小黑 突然开枪击中了老白 两人又是一番搏斗 一时之间他们发现 谁也没办法立即除掉对方 于是两人商定 以四六份的方式 瓜分这笔巨款 可两人都留了一手 以防对方反悔 一起处理掉所有尸体后 他们正准备开车逃走 老白突然掏出手枪 对准了小黑的脑袋 因为女儿的事 他一直对黑人心怀成见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和黑人合作 可小黑也早有防备 突然发动反击 几枪就除掉了老白 临终前 老白请求小黑 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留给自己的妻子 小黑坦率地表示 自己会给他们一些钱 但也不可能是之前的比例 老白心有不甘地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最后 小黑利用这笔不义之财 买了栋豪华别墅 为家人提供了优越的生活 而他也信守诺言 给白嫂寄去了一箱金条 算是对去世的老白 一丝抚慰 整部电影无不透露着 普通人生活的无奈与心酸 老无所依的老白 结不起婚的迈克尔 为了生计 不得不工作的银行职员小美 甚至貌似最后取得胜利的小黑 无不是生活在水泥地中 苦苦挣扎的蝼蚁 他们想逃离水泥地 可结果无不是被生活浪潮 裹挟着随波逐流 最后被一点点吞噬 但电影中也体现了人性温暖的一面 老白一家同甘共苦的温馨 迈克尔与女友心心相惜的温柔 小美一家相互鼓励的温情 无不是苦难生活中的一抹阳光 所以电影是想告诉我们 生活尽管很难 但依然值得我们去努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